市長,我有留一塊 等一下,我看那邊,那邊最多 那邊風吹靠那邊很多 對,這邊 等一下,市長看 對對對 哇,這個都大塊 落成啊 它那個 橡膠齁,燒了 市長,那邊最多 確定是塑膠嗎 對,橡膠 橡膠的微粒子 這很明確嘛,就台風輪胎的 台風輪胎,沒有,我們那個風是 有測,環保機有測 就是過來這邊 是 它現在是VOC正常 但是那個 那個叫做碳,主要在平鎮 早上已經少了一丁 中壢大火平鎮遭殃 OK 一大早來打掃,還有 打掃的 打掃的 這全部都黑了 都變黑了 哇,都變黑掉了 這邊更嚴重 昨天他們有傳給我說 打籃球手會變黑掉 就在這邊 打籃球手會變黑掉 沒辦法用 不好洗 乾了以後會飛起來 這邊 這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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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後面那一塊更黑啊 正後方那個 哦,這像碳粉一樣 對對對 這全部都是 這旁邊都是 這 這個如果天氣乾了 那個 二十元水車啦 你跟蕎王主的都一樣 嗯 這個一面 沒關係,我叫蕎王主 這個都是 整排都是 一圈都是在一圈角落裡面 弄一弄,它可能都還是黑的喔 你腳抹一下 你往那個Q把它這樣抹一下 你看都黑的耶 現在就是要 要那個清潔隊來幫忙洗那些 尤其操場喔 跟球場 全部都黑掉 球場 感覺怎麼樣 呃,今天我們在中立平鎮 發放學校的學生喔 口罩 那麼也請各學校這個減少 或者是停止戶外活動 那不過我們經過勘察的結果 這是太風輪胎的大火 那主要的這個 探黑粒子喔 那麼都是落在平鎮 那可能是因為煙囪比較高的關係喔 那麼平鎮反而比較嚴重 那我們現在請清潔隊跟消防隊喔 來支援水車幫忙清洗喔 操場公園 跟一些公共設施 那也請我們平鎮區公所 請各裡做調查 看整個這次大火事件喔 那麼延燒了六小時 那落成主要落在平鎮 那我們會把這個地區喔 趕快清理好 看吧 太風輪胎雖然是合法登記的工廠 但是它臨界住宅區喔 那麼橡膠製品 那麼製程當中也會有一定的污染 那我們認為說 該簽廠要簽廠 這一點我們會跟太風輪胎來討論 那事實上它原本有簽廠計畫 我們希望它能夠加速 這一次太風輪胎延燒了六個小時 讓市民飽受驚嚇 那也波及了三棟民宅 那我們疏散了附近的社區 所以我想太風輪胎必須要負起企業責任 我們除了依照空污法開法以外 我們要求它要做適當的賠償 那麼能夠彌補居民的損失 我們昨天下午晚上開始 就在各社群網路公告給學生 知道說今天盡量戴口罩來 那如果今天一早進來沒有戴的 我們在校門口就沒有的同學就發放發放 那現在校園裡面所有的同學是幾乎 在教室內沒有 只要出來到室外 我們都宣導要把口罩戴起來 那昨天的狀況是如何描述一下 昨天因為整個煙幾乎籠罩到校地的上方 那天空就開始掉下 還甚至蠻大塊的灰燼 當下在籃球場很多同學 球一打以後整個手就髒了 那我們就趕快請同學回家 不要在籃球場活動 好來來來 弄個給他 好給他帶一下 好來帶一下 在校門口發 對 然後進來 進來就發 好 好給你 大哥是你們住的地方 這是你們住宅 來跟我們描述一下 到現在為止我們拿去 來 有多少戶物受到波及 受傷害的情況怎麼樣 昨天下午3點多的時候 這邊是起火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只有一點點煙 然後 因為我本身的人不在 在上班 就是我老婆跟我轉述的 然後 我以為說 我接到電話 我們以為說這個火很小 理論上一個 這麼 股票上市公司的話 理論上它的滅火能力應該夠 結果 越燒越旺 越燒越旺 我聽到第二次消息的時候 已經是說整個社區都已經 快融入火海裡面去了 所以說 今天早上我想說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是說已經變成這樣 火昨天很大 而且 雅雜那個爆炸聲 這樣整個住戶 都是存在一個很恐慌的一個局面 昨天大家都是 隨著便便拿的東西就走了 然後聽說那個市長也來了 然後調動78輛消防車 才把這個火打掉 你們昨天有入住到飯店去 對對對 都安排一些 那一早大家回來看到這個情況 都嚇到了 都有人覺得也涯口無言 因為 既然 像樣 另外 另外 這是追放的輪胎 這是阻礙我們 放的 地方 他放的二十 二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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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幾 哇 這嚴重的違法 很誇張 輪胎啊 這本身是倒的 應該是乾淨 但是倒的 可能是 對 他把它對著倒 對著 對著 哇 哇 這比較嚴重 哇 這個 多虛 看 因為他那個還在燒 你從那個看出去齁 嗯 謝謝 嗯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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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戳斧沒有把它滅掉 煙後一直飄 對啊 小心腳 情況是怎麼樣好不好 昨天 來來來 站這邊就好 來 昨天情況是怎麼樣 跟我們描述一下 大概三點多吧 我在客廳泡茶 跟朋友泡茶 然後就應該出去收衣服 又聽到廣播 然後就發現那個 那個颱風在被起火了 那我覺得那個火勢 可能會繼續 所以我就趕快 上樓收拾東西 重要的東西收一收 然後就逃出去了 然後門窗全部給它關好這樣子 那還好就是玻璃破掉 裡面都沒有損傷 還好 有爆炸聲嗎 我不知道 我們跑到外面跟這裡很遠 因為這是整個社區我們都跑到外面去 那後來也封鎖現場 然後那個主委這邊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嚇死了 對 就我們整個車輛都要撤離這樣子 那唯一比較不OK的可能是 那個消防車沒辦法進來這裡面 所以 那現在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就看怎麼處理啊 颱風輪胎的問題其實 我住在這邊是很受苦的 因為長期以來 他釋放的那個毒菸真的是每天都有 我的那個玻璃全部都是黑色的灰塵 時常都是這樣 好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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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大哥你懷疑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我拿腳來 我們這邊很多住戶都一直在懷疑 這個是不是有人敘玉縱火 因為他們要搬遷了 所以說為了要拿到更好的理賠金 所以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那個貨可以申請到的理賠 火災的理賠這樣 所以我們有嚴重的質疑是 有人故意中火 因為一個輪胎要著火的話 理論上假如有工人在的話 一個面火區就可以打死 為什麼可以燒成這麼嚴重 這是我們這裡注意很多人的質疑 我希望說警方跟警察這部分 我們朝這個方向多多去思考 然後這裡帶動一點是說 我們這個社區外面的出入的道路都很小 希望市長看到這個報導之後 能把我們的道路做一個防火的擴充 該徵收的地能徵收 讓大家的住的安全更有保障 好 謝謝 這裡本來是道路是吧 這一條是道路喔 這只是他們做的一個隔火的一個隔火像 那是誰的地啊 他們的地 可是這是消防法裡面他一定要隔一個地 隔一個地之後他們為了要儲存更多的空間 所以放了二十萬條的輪胎在這裡 等於這個馬路上都是輪胎就對了 對 他把它又堆成 所以說現在你看燒成這麼嚴重的原因就是因為 這個防火道路已經失去它的功能了 所以說造成這次那個火災這麼嚴重 是是是 幾火啊這邊 從哪邊 這邊 正前方這個地方 我剛來收衣服的時候 是不是有人換火 冒煙啊 就你指的正前方這邊齁 最近冒煙的時候齁 然後我就叫打手 打電話給守衛士說 這邊已經有火災了 是 然後 大概沒有多久大概差到十分二十分以後呢 我的火勢架整個衝到天上 衝天通得很高 那當時有沒有在救火啊有沒有聽到聲音 那時候我打到守衛士去的時候 他守衛士去 趕快去叫那個 那個消防隊來嘛 好 來的時候 就從你正前方這邊開始起火了嗎 就在這邊開始冒煙出來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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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快喔 就在這邊開始冒煙出來這樣 對 對 對 這個火蛇 火蛇齁 火蛇從這邊到大概三四樓上面 到四樓上面 整個都是這樣 李先生 那個火蛇從那邊一個分到那邊去 天天的都最嚴重的 天天的都最嚴重的 對 那是很多老人家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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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如果 今天如果是那個晚上的話 是 發生這個事情的話 是 我看一定 一定 傷亡都一定會 整個變火海裡 是 因為白天 還可以看到有事件嘛 那你晚上的話 糟糕啊 就是這個 差點整棟都燒起來了 嚇死了 我意思是說 好像有這個 這個 這個政府一定要出面一下 不然不然 就靠近的話 我們這個房子都燒了啦 都沒用了 他 到路都放了 對 我先問你 這個房子都燒了 都不燒了 都不燒了 這個 很緊張啦 我一直在那 你看到 應該你有看到 對 我老婆一直講說腳會軟掉 你看 是 我那一區已經 目前沒有洩漏的狀況 要檢查 要檢查 檢查瓦斯嘛 好 我們先外面關 待會兒開一陣子 我們要點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來 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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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走 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